那在VBA裡面一樣會有個RUN的函數 這個RUN的函數跟剛剛的函數名稱是一樣的 不過只是說這個地方是在VBA裡面做 當然如果你要知道VBA裡面有多少函數 你也可以這樣 VBA店 它其實也會跳出RUN的 在VBA裡面有沒有RUN? 有 OK 有時候如果你不知道說VB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你打個VBA店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都會跳出來了 OK 你也可以直接點兩下 它會幫你套用上去 逗點第一位 所以這樣的方法它會幫你取到第一位 好 那男生的話 基本上你就把女生的部分複製一下 移到下面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05 1.1 OK 所以這樣的做法 跟剛剛的做法其實邏輯上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把它做個翻譯 它的好處是以後按下按鈕 就全部搞定了 那做完標準體重之後的話 那當然我們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過 OK 沒問題 有沒有 都第一位了 但是呢 還需要一個清除 所以齁 習慣上這樣 Ctrl C 清除嘛 所以這邊把上面的東西 Ctrl C Ctrl V 這邊打一個清除 清除意思是說把那個資料給清空 清除 那接下來做什麼 其實就是把F欄裡面知道清空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把那個邏輯的部分刪掉 邏輯一幅的部分 這幾行都刪掉 然後把它back回來 這個也把它back回來 就是基本上就是打這三行 然後把這個F輸出 本來是輸出剛剛這個結果對不對 你把它輸出成空置串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執行 就清掉了 上面是輸出 執行 OK 那最後的話呢 再多兩個按鈕 我想這個多兩個按鈕 應該各位有印象吧 我們如果說 將來呢 不是說直接在VBA裡面執行 而是希望怎麼樣呢 可以很方便的在外面這邊直接按按鈕 那你可以插入 在那個開發領域裡面插入 表單這個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然後呢 就做兩個按鈕 分別是標準體重跟這個清除 那一樣按下去 清除 OK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VBA的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的話呢 當然你給同學想說 老是那我不太希望這個啊 我希望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可以呢 產生一個我自己定義出來的函數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裡面完全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 你沒有去做那個函數部分 那怎麼做喔 基本上呢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課程裡面也有提到 其實只要做一件事 插入程序裡面喔 不要用SUB 請你用Function 那這個方學名稱的話 也許叫做標準體重函數 OK 應該有印象喔 因為我講的東西 在前一個階段都有講過 我只是 今天只是稍微複習一下 重點回顧一下 那按確定之後喔 做什麼事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這個有些東西講過了 我就不 就是做兩個 一個是標準體重函數 也是一樣分兩階段 一個是 只有身高 一個2的話 是有身高跟體重喔 所以你 將來等一下你可以 從雲端上call好了喔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 直接Ctrl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那 我看一下 這個SUB先拿掉好了 再拿掉 OK 就兩個 一個Function N的Function 這個是標準體重函數 不判斷男女的 一個是 標準體重函數2 是多一個性別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那做法上我想 你自己再看一下 基本上 觀念很清楚 一 先跟使用者要資料 二 他把最後的結果串完之後 return回來 給誰 給他自己 底下也是一樣return回來 所以底下是return到 標準體重函數2 多一個什麼呢 多了一個 這個 1.05%跟1%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兩段喔 ok 然後 做完之後的話 插入函數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在這邊 會多一個什麼呢 使用者定義 所以喔 VBA的第二種方法 就是 制定函數 那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 那你以後可以自己取捨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在這邊喔 產生一個使用者定義 因為 有些公式太冗長了 你每次都要下一次太麻煩 最好是怎樣 簡單一點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只要選擇什麼 欸使用者定義 裡面就有一個 標準 體重函數 跟標準體重函數 跟標準體重函數 這邊看起來好像似乎是不是多了一個